这个视频里,我来给你讲讲负数的乘方 比如,让你求爱的2015次方等于多少 题目倒是很简单,但是这个指数也太大了 那咱就得先从小一点的来招招规律 比如,爱的1次方,那当然还是爱 爱的2次方就是爱乘爱,结果就是负1 而3次方,其实就是再给负1乘爱,结果就是负爱了 到此,这仨貌似没啥规律,那就继续多看几个 爱的4次方就是负爱乘爱,算一算得一 而爱的5次方就是1乘爱,得爱自己 爱的6次方就是爱乘爱,得负1 诶,停,这里爱的5次方恰好和爱的1次方相同 而6次方也和2次方相同 那接下来的7次方就要和3次方相同 而8次方就要和4次方相同了 不难发现,这里爱的各次方的结果 是以爱,负1,负爱,1这样的顺序循环下去的 那它当然是以4为周期咯 那要想求出这个2015次方的值就很得难了 用2015除以这个周期4 算一算得503余3 也就是说,在循环了503行之后 最后一行还剩仨数 也就是爱的2013次方 2014次方和2015次方 与上面对应一下 那相应的结果也就是爱,负1和负爱了 因此爱的2015次方的值就是负爱 看来以后遇到这种单位复数的高词米 你只需要算出前几项找到周期 再通过余数就可以计算出结果了 这个搞定了,那如果进一步问你 从爱的1次方一直到2015次方的核是多少 又该咋算呢 直接把这坨东西相加肯定很麻烦 那咱就找找有几个周期 再多看几个数不就可以了 先来观察一下一个周期之内的情况 这四个数的值为爱,负1,负爱和1 把它们加起来,结果恰好等于0 那也就是说每个周期的核就都是0了 那这堆0加起来就还是0 所以要求这2015项的核 其实就等于这仨数的核 爱加负1加负爱 算一算得负1 那最终的结果就也是负1了 不难看出 要想计算出相应的核 只需要先考虑一个周期的核 然后再把多余的几项加上几颗 单位复数的高字密你会了 那接下来咱就看个复杂的例子 比如让你计算这一把样的2015次方等于多少 虽然括号里面比较复杂 但是它肯定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先来看看前几项 一次方就还是它 二次方算一算得爱 接下来一次算出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哎,停 这里的九次方 恰好等于一次方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是以八项为一个周期的 那之后的十次方到十六次方 就和二次方到八次方相等了 因此 要想计算出这玩意儿的2015次方 就很容易了 用2015来处以八 得到251 余七 余七 也就是说2015次方的值 恰好是这个周期里的第七项 也就是二分之更号二 减二分之更号二乘爱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好了 就讲这么多 总结一下 在计算复数的高次密时 需要你做的 就是算出前几项 找到结果变化的规律 然后就能得到周期了 怎么样 听懂了吧 赶紧动手试试吧